那這題呢,其實我整個所有片錄的時候,我都是沒有留心的 所以呢,很感謝網友FAFA 那他就提出我的part B3一個錯的,不是C3一個錯的 那我又重新拍段片,那舊的答案就不刪除了,免得重新寫過 那首先解釋一下,part A就叫你找回P點位置Fiction方向 Ware View就是後輪的部分 你不知道後輪也不要緊 你知道它就是P點,那P點是紙巾給你看後輪 那你留意單車那個,單車其實它是推動後輪 然後前輪是被整個車身帶動向前走的 那要看Fiction方向呢,你就要看那個接觸點 和地面之間的Tendency of Motion 那你想像一下,如果那個地面是Smooth的 那它那個,它會不斷地打滑 是否車不會向前移動 那在P的這點位置呢,就會向後移動了 那所以這個Fiction,Acting on P就是 Oppose Tendency of Motion Tendency of Motion 那所以這個Fiction就是向前 OK 那你PART B就是計算那個 EFFECTIVE的RECIPTIVE FORCE on Bicycle就是17N 那它在行Constant Velocity的 那即是代表呢,你雖然有一個RECIPTIVE FORCE是17N 那你向前呢,有一個DRIVING FORCE DRIVING FORCE其實就是一個FICTION 那應該是17N 那你這兩個FORCE平衡了之後呢 它才可以Constant或是向前移動的 那所以你的DRIVING FORCE的POWER呢 所謂DRIVING FORCE的VALUE就是17N 而它的VALOCITY就是剛剛比你上面那個 就是8m per second 所以是17乘8,那就是136W 那你C1這部分呢,就是說 在兩秒的時候呢,就會看到前面一個OBSTACLE 那然後呢,接著3.8秒就停下了 它DESELERATE UNIFORMED 那所以呢,你的VTGRAPH在直線 那它REACTION TIME 0.2秒 那意思上呢,就是說 在2秒至2.2秒之間呢 它就仍然是未REACT到的 那它就行到一個Constant Velocity 那2.2秒之後呢,直到3.8秒呢 它就是有一個Constant DESELERATE 那所以GRAPH就一開始平線 然後就直接斜下去3.8秒 8秒 下一部分,那叫你就算DESELERATE那一部分 就是RESTELERATE的REACT 那你DESELERATE那一部分 那你在這個過程裏呢 你DESELERATE的REACT 那你DESELERATE那部分就是這個 那你在這個過程裏呢 這個A就是用Equation of Potion 或者你用這個Graph去看它的slope 你算到A就是-5 或者5 你乘回Mass就是65 你算是325N 然後我看這題目真的看得不小心 或者是沒有精神 應該是這麼仔細 你去2秒的時候 它就看到9米前有一個Obsticle 然後它問你Obsticle和最後你駕車的距離 所以你要計算那個Displacement 就是你駕車去這個area 就是2秒停下它的Displacement 這個就用一個area去計算 那你就是那個 上底加下底乘高除2 梯形原積 這個是0.2 這個是1.8 所以你就0.2加1.8 乘高高是8 再除2 這個計算出來就是8米 那你走前100米 那你走前100米 但你Obsticle在前面9米 所以你的Distance 就應該是9-8 就是1米 OK Part D 就問你的Cushion 包住膝蓋的Cushion 有什麼用 為什麼可以Protect到Cyclus 那你回答其實這個很common 對不對 Cushion用途就用來增加time of impact 增加time of impact 就用這個formula Delta T上升了 而Delta P不變的話 那你這個上升了 那這個不變 那你的Force就會下降了 那所以你減少了那個impact force 就當它撞到地上那一會兒 那所以Answer就這樣回答了 完